本席带着你拜托 我们朝铁党团能够共同来支持 原住民族的支持 让我们原住民能够先启动 来实现我们原住民支持一个问题 18号上午立法院国事论坛 立委孔文吉已再拜托 希望列入第三案讨论事项的 原住民族自治推动条例 民进党团和台领党团能够签字同意 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 协商仍旧破局 而下一次协商将延到10月 和进法补偿条例一并 在交由院长王金平来主持写商会议 会来执政 就是他们自己看好自己 所以当然他对这个案子很敏感 他们很重视 所以当然就是会留下来 好好的继续再来沟通 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 民进党看好2016年总统大选 好像会执政 所以对政院版提出的草案很敏感 强调要再多沟通 而民进党原住民族事务部主任 对于为何反对目前政院版的自治推动条例草案 也提出回应 自治推动条例里面要让原住民 有分配统筹款的话 我们是支持的 你只要在你的推动自治条例里面 有划定明确的自治期给原住民 我们是支持的 连保留地的这个土地审查 还是放在现有的乡镇公所 那个自治就是假的自治啊 民进党认为国民党提出的是鸟笼自治 认为还有诸多争议 有待社会甚至是族群内部达成最大共事 由于原住民保留地进法补偿及造林回馈条例 在朝野协商的过程中 在业党提出更多争议和意见 因此原住民族自治推动条例 并没有如期被实质讨论 与进法补偿条例一并延到10月份 下一次的朝野协商才会再来讨论 记者亚蒙大陆立法院采访报道